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位于英国沃林顿的欧洲超级运算中心,科学技术设施委员会STFC旗下的哈特里中心Hartray Center与量子运算全球领导者Quantinon达成了新协议。 该研究中心将安装Quantinon H1系列俘获离子量子计算机,以提供本地和云端访问。 据介绍,Quantinon H1量子计算机具有20个全连接量子比特,可提供1048576个量子体积。 单量子比特门保真度高达99.9979%,双量子比特门保真度达99.914%, 这是迄今为止所有量子基础中最高的。 这也是世界上效能最高的离子井量子计算机。 Quantinon执行长Rouch Houtreau说, 随着他们加速量子运算, 哈特里中心和英国量子生态系统将处于构建由量子计算机大规模驱动的解决方案的最前沿。 研究和科学发现是他们Quantinon文化的核心, 他们很自豪能够支持哈特里中心的先驱者。 这两个组织都旨在支持英国企业和研究机构探索量子化学、 运算生物学、量子人工智慧和量子增强网络安全方面的量子优势。 英国在每个领域都享有剩余,量子运算有望在未来几年加速发展。 哈特里中心主任Kate Royce表示, Quantinon H系列硬体将是各个研究领域的科学家授益, 包括高等级运算算法、聚变能源开发、气候适应力等。 这种伙伴关系还进一步推进了他们的五年计划, 即为英国工业释放先进数位技术的高增长潜力。 资料显示,Quantinon是全球最大的综合量子公司, 开创了强大的量子计算机和先进的软体解决方案。 Quantinon的技术推动了材料发现、网络安全和下一代量子AI的突破。 Quantinon拥有近500名员工, 其中包括370多名科学家和工程师, 引领着各大洲的量子运算革命。 自2021年,由霍尼维尔和剑桥量子成立以来, Quantinon已筹集了约6.25亿美元, 用于进一步开发和商业化量子运算。 在2021年与霍尼维尔量子解决方案公司合并之前, Quantinon前身为Cambridge Quantum, 是英国政府的交付合作伙伴之一。 在2014年启动国家量子技术计划之后, Cambridge Quantum开展了数年的量子准备计划, 以激励英国商业和工业界投资量子运算, 以探索这项革命性技术的潜在用力。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6月,Quantinon宣布推出了 业界首款具有56个福货离子及离子锦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 Quantinon H21,进一步增强了其市场领先的保真度, 现在经典计算机无法完全模拟。 它还计划在2025年, 安装具有10个纠错逻辑量子比特的下一代,Helios系统。 尽管量子运算取得突破,但仍然不是主流。 现阶段随着半导体制成工艺进入2奈米, 吸机电晶体的尺寸越来越小, 越来越逼近物理极限, 摩尔定律以此的论调也不绝于耳。 对此,不少研究人员也正在积极开发新材料来替代锡, 以其能够打造成更小、更薄、更有效率的下一代晶片。 其中,仅原子层厚度的二维层状半导体材料近年备受瞩目, 比如过渡TMD金属二流速化物Transition Metal Dichal Cogenize, 许多公司已在二维材料晶片投入大量资金。 据Tom's Hardware报道, 最近,普林斯顿等离子物理实验室、 TriplePL物理学家Show Abe Collette团队在 2D Materials期刊发表新论文, 详细介绍TMD原子结构可能发生的变化, 发生原因及它们如何影响材料。 这些讯息,为改进下一代晶片所需留成奠定基础。 过渡金属二流速化物TMD材料关键特征是二维结构的大原子相互作用, 如二D化物表现出反常聚磁组和超导性, 其余如二流化物、二流化物、二锡化物、二锡化物等, 也都是极具前置的二维层状半导体材料。 研究人员解释,TMD可以薄到仅三个原子厚度, 把它想象成由硫族元素硫、锡、D制成的金属小三明治, 中间馅料可为任何过度金属原子元素周期表第三组到第十二组的金属。 快撞TMD则具有五层或更多层原子排列成晶体结构。 有时候,科学家会在金属结构某处发现缺少一个原子, 或在奇怪位置找到一个原子。 这种缺陷偶尔能为材料带来正面影响。 比如某些TMD缺陷反而使半导体导电性更强。 无论好坏,科学家必须了解引发缺陷的原因并加以利用。 之前,科学家发现快撞TMD含有多余电子, 现在Show-App College团队指出, 这些多出的电子可能由氢气引起。 根据缺陷的类型与性质,材料也会有不同表现与效能。 比如,多余电子会形成N型半导体材料, 失去电子留下电动则使材料成为P型。 至于人们还要等多久才能看到TMD材料的应用。 专家认为,到2030年可能就会出现实际用于设备的TMD电晶体。 英国如此大力投入半导体研发,韩国也没闲着。 近日,韩国基础科学研究所范德华量子固体研究中心主任, Jell Moonho领导的研究团队, 通过在膝上生长二维和一维结构,成功构建出炸极电极尺寸小于1纳米的电晶体。 据介绍,该研究团队采用新工艺, 开发了一种以一维金属为炸极电极的二维半导体逻辑电路芯结构, 实现了宽度小于1纳米的一维金属材料的外延生长。 韩国研究团队开发的一维MTB电晶体尺寸小于1纳米, 在电路效能方面也具有优势。 FinFET,Gate All Around或CFET等技术由于器件结构复杂, 容易产生寄生电容,导致高机体电路不稳定。 相比之下,基于一维MTB的电晶体由于结构简单, 炸极宽度极窄,可以将寄生电容降至最低。 Jell Moonhoe表示,通过外延生长实现的一维金属像是一种新型材料工艺, 可应用于超小型半导体工艺。 预计它将成为未来开发各种低功耗、高效能电子装置的关键技术。 IEEE的国际器件与系统路线图IRDS预测, 到2037年,半导体技术节点将达到0.5纳米左右, 电晶体炸极长度为12纳米。 韩国研究团队证明, 有意为MTB炸极施加的电厂调制的通道宽度可以小至3.9纳米, 大大超出了此前对于贵来的预测。 基于二维半导体的集成器件是全球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重点, 但要控制电子在几奈米范围内的运动, 更不用说开发这些机体电路的制造工艺已经面临巨大的技术挑战。 韩国研究团队利用二维半导体二流化木的静卵晶界MTB为一维金属, 宽度仅为0.4纳米这一特性, 将其作为炸极电极,突破了光刻工艺的限制。 通过在原子水平上控制现有二维半导体的晶体结构, 将其转化为一维MTB, 实现了一维MTB金属项, 通过展示经人工控制晶体结构大面积合成新材料下。 这又不仅代表了下一代半导体技术的重大突破, 也代表了基础材料科学的重大突破。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用户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用户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